我们现在来的这个景区的名字叫做 中卫市的四口子景区 是一个4A级的景区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它这个景区的东区 它景区分为两个地方 东区这边是 主要的看点是什么呢 苏武牧羊的遗址 苏武牧羊的这个故事呢 在我国基本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 这个故事呢大概发生在公元前100年的时候 也就是汉武帝统治的时期 我们知道汉武帝是我国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 他的一生最大的功绩呢 也就是驱逐了匈奴 当时公元前100年的时候呢 匈奴跟汉朝已经连续征战了很多年了 匈奴呢在强大的汉帝国面前 已经显现出败事了 当时的匈奴残余呢就打算跟汉朝重新修好 又开始搞和亲政策 他们就派了使臣到汉朝的境内来访问 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刺探军情嘛 这个是很常见的外交手段是吧 在这之前呢汉朝跟凶朝相互派使臣的时候呢 大家都是相互扣留对方的这个使臣 汉朝这边呢 已经被匈奴扣了十几批的使臣 匈奴这边呢也被汉朝扣了一些使臣 这一次呢匈奴过来的使臣呢 就把原来扣留的汉朝使臣 一并送回了汉朝 这个时候的五帝呢就自得一满了 是吧 这么多年匈奴终于被咱们打怕了 现在要跟我们求和了 既然你们把扣留我们的使臣送完回来了 我们也不能这么小气 所以汉武帝就打算派人 把匈奴的使臣呢也送回给匈奴 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人公就出现了 就是我们的苏武 苏武这个人呢算是沾了他老爸的这个光吧 当了皇帝的侍从 到这个公元前一百年的时候呢 汉武帝就封他为中郎将 此死劫初始匈奴 但是一起去匈奴的随行人员呢 总共有一百多人 这其中我们只需要记住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他就是副中郎将张胜 张胜这个人呢去到匈奴以后呢 他就背着苏武 暗地里勾结了匈奴的一个反派的一个小王 他们计划等禅于出门的时候呢 把他妈给绑架了 结果这件事情败露了 张胜呢就连忙把这个事告诉了苏武 苏武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 觉得我们肯定是没办法活着命 回到这个汉朝了 就算有命活也是受尽屈辱的 所以他立马就准备拔箭自尾 结果一刀捅下去却没死 还被手底下的人给救活了 禅于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 对苏武呢也就是心生了敬佩之情 也就他也就希望苏武呢能够投降于匈奴 苏武听到这件事情以后呢 当然是吝死不从的了 所以禅于呢就把他丢到一个地窖里面 不给他吃不给他喝 因为当时呢还正值冬天 那个地窖里面还有很多的冰雪 苏武呢可能呢就啃冰雪 饿了呢就把身上穿的那间皮袄的毛毡 和着冰雪一起救着一起吃 结果几天下来啊 禅于再来看他的时候 发现苏武既然神奇般的还活着还没死 所以禅于对苏武这个人呢也就更加佩服了 光佩服没用啊 让你投降你还是不投降 禅于呢就想了个办法 就把他流放到当时叫北海的一个地方去放牧 给了他一群羊 告诉他说 等你把这群羊养出小羊羔的时候 生了羊羔以后呢 你就可以回汉朝了 等苏武到了北海以后 发现给他的那群羊呢 全部都是公羊 公羊怎么可能下载呢 也就是说他这一辈子都别想着回到汉朝廷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啊 就是苏武到了北海牧羊以后呢 每天无论起居或者去哪 手里面始终拽着那一根 代表他汉朝廷死者身份的结账 19年的时间啊 结账上面呢 这个用毛流毛毡装饰的这个毛毡都掉光了 他始终还握着那一根结账 直到这个19年之后呢 我们这个汉武帝已经死了 由他的儿子汉昭帝继位了 当时汉朝跟匈奴的关系呢 也就更加缓和了 双方呢又开始互派使节了 汉朝的使节来到匈奴以后呢 就要求这个匈奴的残余 再次释放这个苏武 匈奴的残余听了这个要求以后呢 也就杀了一个谎啊 说苏武早就死了 早就不在了 这个汉朝的使节也就只好作罢 等这个汉朝的使节回到行宫以后呢 当时陪同这个苏武一起去到 匈奴出使的手下的一个 手底下的一个官员啊 就偷偷买通了这个 匈奴的官员 然后见到了这个汉朝的使节 告诉了他苏武在北海牧羊的故事 汉朝的使节听了这个事情以后呢 立马又去找到了这个残余 说我们的这个皇帝啊 在这个上陵院打猎的时候 一箭射下了一支大雁 大雁呢 在他的大雁腿上发现了一封博书 是苏武写给皇帝的 上面写了他在这个北海牧羊的事情 匈奴的残余听了这个事情以后呢 也觉得非常的惊讶 大雁腿上绑了一封书信啊 这个事情谁想想也不可思议啊 也就没办法呢再继续撒谎 也就只好答应放这个苏武回去了 等苏武回到汉朝以后呢 这个故事呢 还被后世总结了一个成语 也就是红艳传书 史书上记载的苏武牧羊的地方呢 是一个叫北海的地方 即现在的这个史学家推断啊 大概是在今天俄罗斯的贝加尔湖那边 那么为什么会在我们宁夏自治区的中卫 四字口井区这个地方怎么会出现这个苏武牧羊的遗迹呢 据后世的专家学者推断啊 在西汉时期啊 我们现在这个宁夏这一块呢 已经属于我们汉朝了 这个地方已经建了郡县了 怎么可能匈奴把苏武发配到这个地方牧羊呢 这件事情肯定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事情呢 也是一个值得推敲的一个事情 那么现在在我们国内 除了宁夏这边有苏武牧羊的遗迹呢 在甘肃省的明秦县 也发现了苏武牧羊的遗迹 那么这两个遗迹呢 据专家学者的推断啊 肯定是后世的后人为了纪念苏武牧羊这个事情 这个世纪吧 修建的一些东西 应该跟当时的这个苏武牧羊的真实发生地 这个故事的真实发生地 应该不是同一个地方 我们已经逛完了那边的景区 现在来到了四口之景区的另外一边 这边呢是写的是大峡谷 其实我看的这边更像是一个采矿场 显优奇绝 这个景区和东西两个区域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一个是火红的丹霞地 一个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 喀斯特地 今儿 好 好了这个峡谷我们逛完了 的确是一个新开发出来的一个峡谷 如果来到了这个景区的话 就当是一个附赠的地方逛一逛 也不要对这里有太多的期待 如果你有同行的老人和小孩 这个地方是不能走的 因为都是比较陡峭的地方 拍张照片证明已经来过了 笑一笑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陪西西 我们今天来到了临夏的四口之 为什么叫四口之呢 因为两边各一座寺庙 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寺庙的中间 所以叫四口之 快点打招呼 打招呼 大家好 看这个门长得是个炸门 吊门 快点起哄了 快点我们上车车 上车车起哄了 我们准备走了 拜拜 大家好 拜拜 说做个拜拜 唱唱片 车哟 唱片 czy民主流